大家好 我是安成瑜 我在電影中的角色是一個心理醫生 然後也叫做安成瑜 是 你好 那你在裡面演出好像聽說你的角色跟你的人名同名喔 對 為什麼 是的 本名就叫安成瑜 不是藝名 是 那因為你本身是網路123的這個教主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參與這個電影的演出 因為本身原本就在做這個電子商務嘛 然後也是創辦人執行長做網路的 所以呢 這個好朋友就是我的Angus自騙 他就在開會的時候說 NICO NICO 快點很適合你的角色趕快來演一下 我就說 好 好 快快快 沒問題 就這樣答應了 好 所以期待你在最完美女孩的演出 好 謝謝 來 接下來呢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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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忘記我們的掌聲 好 接下來掌聲歡迎我們的陳雨昕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雨昕 然後 我在最完美的女孩裡面 飾演的是米楚 然後是瑞家的其中一個前女友 好 那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就是你演出這麼多電影 嘗試過很多角色 可是聽說你在裡面演出的角色 好像跟以往都不太同 不太一樣 對 那有什麼樣的 對 那有什麼樣的 其實也沒有演很多部啦 所以每一部的角色都不一樣 有 你太謙虛了很多部 沒有 小五哥想說什麼 是 好 好 沒事 好 反正呢 反正就是 我覺得這一部電影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然後但是我覺得 就是因為身為一個演員嘛 你就要必須要融入 導演啊 跟整個故事的情節裡面去走 所以我覺得 我就是盡力把自己表現到最好 就對了 好 敬業的表現 來 掌聲謝謝我們的陳雨昕 接下來是我們的林心童 來 林心童 好 我剛剛介紹過囉 喔 對 剛剛還沒忘吧 對 沒有忘 但是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對 就是 對 其實該問都問過 欸 欸 你發生了 好 那心童其實 對你在裡面的演出這個角色 其實有沒有什麼樣的學習 學習啊 其實我對監製還蠻抱歉的 因為我裡面開的車是他的 昂貴的車 有撞到嗎 欸 沒有 沒有 還好啦 因為我會從他酬勞裡扣 唉唷 沒有 對 其實我不會倒車入庫 喔 是 對 其實他印象不夠 這是拍戲要用的橋段是什麼 對 對 對 他很抱歉 不會 不會 好 謝謝你在裡面的演出 掌聲謝謝我們的林心童 好 再來是我們的安雨晴 安雨晴 好 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雨晴 我在電影裡面飾演的是 男主角大學時期的女朋友 就是 在他大學的時候跟他一起談戀愛這樣子 是 好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就是你演出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樣的學習跟挑戰 其實演這一部算是我的第一部電影作品 然後 也 同時的奪走了我的第一次的螢幕錯文 所以還蠻刺激的 所以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然後也 裡面有很多我們 也很多前輩 就第一次的電影合作 就可以跟這麼多優秀的前輩一起合作 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就可以在4月28號的時候 記得要進電影院 去看我們最完美的女孩 掌聲謝謝我們的安雨晴 再來接下來是我們的可欽 可欽 大家好 又再一次 對對對 再一次給觀眾加深印象 我覺得這一次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就像竹魯哥講的 就是完全沒有一個一個不知道的劇本 可能現在就反而你可能前一天看完劇本 都知道大概嘗試 結果隔天當然都會說 這邊全部都不要 我現在要跟你講 你現在要演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所以讓我學到蠻多的 好 期待你在裡面的表現 謝謝 最後邀請到我們的蔡靜榮 掌聲歡迎我們的蔡靜榮 哈囉 大家好 我叫蔡靜榮 那我在戲裡面是飾演一個叫 詩雅的女生 聽說現場有你的師兄 對不對 對 我師兄就是小舞 男神小舞哥 男神小舞哥 好 那可不可以問一下 就是你這次可以跟大家一起參與演出 除了興奮還有什麼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就是參與 就是我的代表 也不是代表嗎 對 代表座 沒有 都不是代表 就是我第一次參與電影 讓我能跟這麼多大排的演員 我覺得很開心也很榮幸 是 好 謝謝我們的蔡靜榮 謝謝 好 我想大家剛才都聽到很完整的介紹 他們的角色 還有他們演出的行李過程 谢谢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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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